今天重磅了哈 今年的首次全面降准定下来了 央妈决定要在4月25号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5个基点 预计能释放大约5300个亿的长期资金 历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股市来说总是件好事的 那对于和资本市场联动关系最强的券商 好戏要上场了吗 关键是最近中信证券的一季报可不算优秀啊 所以前几天大家其实都在担心 整个券商行业一季报都不会很好看 那这一次降准会不会挽救低迷的券商股价呢 还是说券商根本就没有投资机会了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一点点短视了 首先我们先解释第一个 就是一季报的业绩究竟对券商是不是会有影响 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我以前看到过的一个比方 比方是这么说的 股价的长跌就像主人牵着狗走路一样 狗狗一会儿在前面 一会儿跑在后面 但始终有一条绳子被人牵着 人和狗不会相距太远 基本面是人 股价是狗 基本面长期决定着股价的变化 只是偶尔在某个短期来看 狗狗也就是股价了 偶尔会比基本面落后或者超前而已 而且偶尔呢 人也会走得快了 偶尔停一下脚 然后再往前走 而当下的券商的一季报呢 就是典型的主人稍微缓了那么一下 所以啊 根据这个主人和狗的原理 咱们就会知道看券商的一季报的时间周期有点太短了 很可能会一夜障目不见太山 我们得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才能看得到真实的券商的基本面究竟是怎样的 先看一下近几年券商的年报啊 就拿中信和华泰这两个券商的巨头来做例子 2019年2022年和2021年连续三年高增长 而这种增长在过去的2006年和2015年也有出现过 当年的这两次基本券商都走了牛市 那这一次呢 这几年的股价是怎么表现的呢 看一下这张图 股价基本就是涨一涨又掉下来 还在低位徘徊着 那如果从估值的角度看 那就更明显了 2019年以来 券商的业绩可是一直都是往上走的 而估值却几乎趴在了地板上 所以啊 券商这个行业啊 现在就是典型的 基本面也就是主人已经走到了前面了 但狗狗也就是股价还远远的落在后面了 虽然当下呢 主人是暂时换慢了脚步 但也不意味着狗狗就不会追上来了 是吧 毕竟主人是真的远远走到了前面了嘛 那么券商的股价几时可以追上它 过去三年的高增长的基本面呢 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下吧 第一次的券商行情是在1999年启动的 当时的背景呢 是99年到2001年的519行情 不过因为当时A股只有一家红元证券在上市 所以参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 不过红元证券在519行情仅发动了一个月就翻倍了 整轮牛市累计涨幅超过了两倍 然后看第二次 券商2004年到2007年的业绩 04年底呢 券商竟然还是亏损的 而且2005年的一季度和04年的一季度的业绩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后面几年牛市一来 利润立马就几何倍数的增长 直接从2005年的3.2亿干到了2007年的300个亿 而当时证券板块的走势是这个样子的 两年时间整个证券板块翻了18倍 再看一下第三次券商崛起的表现 从2012年到2015年券商的业绩是不断提升的 而股价的走势又是这个样子的 12年到14年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都在比较低的位置 但是等到了2014年7月份牛市启动 10个月就翻了接近三倍 那这一次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券商的业绩 2021年三季度的净利润总和 就已经超过了2015年牛市全年的业绩了 所以券商的基本面是已经确定性的超过了2015年的牛市 但股价呢看一下这是某券商的股价图 2015年股价35块 而现在呢15块钱 而且很多其他的券商也是这个样子的 股价和基本面基本都被离了 所以啊如果仅仅是因为2022年一季报券商的业绩预了 就觉得券商一无是处 是不是有点太短视了呢 要知道啊一切的资产最后都会回归到他本来的利润和价值上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们又迎来降准了 所以对于这能像海绵一般快速吸收货币之水的资本市场和券商 大家觉得他的春天还有多远呢 他的基本面和股价之间的落差几时又可以回归正常呢 好吧关注许琼呢 我是一名愿意讲投资真相的基金经理 谢谢大家